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六点 封装JDPC工具类 为什么要封装JDPC工具类呢 我们先看一下我们之前写的这个代码 包括这个你看我们来捋一下 包括这个添加是吧 添加方法 然后这个修改方法 然后这个删除 然后这个查询 包括我们写的这个事物的代码 对吧 你发现这个代码里面 有没有问题啊 问题 有问题吗 当然执行起来没问题是吧 从代码的这个书写上 是不是有很多重复的地方 对 是不是 我们你看每一个方法呢 我们写的时候都经过这些步骤 是吧 都经过这个最终获取一个 这个什么connection 最终得到一个连接 然后通过连接再去执行 是吧 再执行 那么这一步操作你看 每一个操作都有这个代码 那我们就想 面向对象这种 变成思维 就是把这个公共的地方 我们需要怎么样 需要封装起来 需要抽象出来什么 抽象出来 形成我们的这个工具类 这样的话呢 我们每次去使用的时候 只要调用这个工具类就可以了 对不对 如果我有一个方法 调用的时候 直接给我返回这个connection 那我就不用写前面 这些东西了 是不是 就把它封装起来了 明白了吗 所以封装的好处就是 我们把一些公共的一些什么 这个代码呢 抽取出来 形成一个工具类 而且呢 我们为了方便修改用户名和密码 是吧 你看这个连接 我们现在是定义成支部串 是不是写死了呀 对 写死了 未来如果我要换呢 我要换税库呢 或者我要换端口呢 或者我要换用户名和密码呢 那你就可能只能改代码 对 那改代码可能需要重新编译 再执行 再打包 再发布 很多事情 是不是 就不太方便 如果我把它写成可配置的 那就很方便 改配置文件就完事了 对 是吧 配置文件也改个形成了 好吧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工具类 我们应该怎么来写 第一步 抽象公共代码到一个工具类中 第二步 为提高连接不同数据库的能力 把连接数据库的URL 用户名 密码等信机 我们要写在一个属性文件 叫JBBC Property 这个文件中 为什么叫JBBC呢 这个不所谓 你叫什么名字都行 后续名呢 一般我们叫Properties OK 这个名字呢 你随便 叫JBBC 或者叫DBUTIL 或者什么都可以 是吧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执行这个操作 在这里面 我们先抽象出一个工具类 是吧 那么这个工具类呢 我们叫做DBUTILS 可以吧 可以 DBUTILS 这是我们的一个工具类 那么这个工具类呢 当然了 我也把它写一个包名吧 好吧 写一个包名叫DBUTILS 这个工具类 我把它改一下 这叫改成这里 OK 我现在呢 我把这个类呢 放在这个DBUTIL这个包里面 是吧 嗯 放在这个包里面 那这个类里面 我们把什么东西抽象出去呢 把用户名的这些信息 还有连接信息 都放在一个属性文件里面 对吧 所以我们新建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 我们叫做 你随便取啊 叫DB.Properties 也行 好吧 DB Properties 然后在这边 我们就来写了啊 把这个 UIL跟Driver都写在这里啊 叫JDBC点什么 Driver 等于什么呢 你就把我们的之前的这个Driver这句代码怎么样 这个类 给它复制一下 放在哪里 放在这 对不对 然后第二句就是我们的这个JDBC点 我们的这个URL连接什么 对不对 URL连接 我们也把它复制出来 放在这个地方 叫URL 等于 它 是吧 嗯 第三个 JDBC点是吗 呃这个User是吧 对 是我们的这个用户名啊 对不对 对就是这个啊 User 用户名吧 用户名我们可以直接叫做 呃 嗯 叫JDBC User OK OK 叫User 等于什么 我们是root 然后这个JDBC点这个什么password呢 我们就是空的空的就不用写 嗯 对吧 空的就不用写 然后把它保存一下 对不对 我们把这个信息呢 配置到文件里面去 为了你要改 你就直接在这改就行了 改完保存一下就行了 嗯 所以比较方便啊 哎就这个意思 好 那么现在回到这个工具类这边来 我们怎么来写呢 怎么来写 看啊 呃 这个一般这个工具类呢 每次我就获取一个连接啊 我们前面给大家讲面对象的时候 学过这个单立设计模式 对是吧 单立设计模式 那我们这个类呢 最好设计成也是设计成单立设计模式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类里面不涉及到任何这个属性啊 没有没有这个这个属性 直接就我们写的一个方法 知道吧 所以呢我们使用单立设计模式来实现啊 这个使用这叫单立模式啊 实现这个工具类 ok 嗯好 那么就把这个dbutil构造方法私有化是吧 嗯 先把构造方法私有化了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 我们需要这几个变量 是不是要有啊 对啊 这些变量需要有 那所以呢 我在这边啊 定义几个这个长量 是吧 定义几个长量 public standing final 叫什么呢 叫做这个 driver 对吧 嗯 叫driver啊 这是一个 然后呢 Standic 看 Standic final 哎这是自物串类型的对吧 嗯 自物串类型的 还有一个什么呢 还有一个是呃也是自物串类型的 叫UR 对吧 对 然后呢 呃 Standic final 这个是gene 叫username 是吧 嗯 然后Standic Standic啊 这个final 我们定义成 这是 pass word 对对对 那么这不是长量吗 长量需要直接复制吗 对不对嗯 需要直接复制 那我们就写一个什么呢 你看我可以写一个静态块 还记得吧 我们学静态块说 嗯 为什么自己写静态块呢 因为我们看啊 这里加载驱动程序这一步骤 啊 实际上只需要一次就完成了 嗯 就够了 不用每次都重新加载 知道吧 这句话只需要加载一次就搞定了 所以呢 我们就把它写在静态块里面 因为静态块就只执行一次是吧 嗯 对不对 它就执行一次 所以我们这个把这个try catch 给它啊 放在这里面 这是我们做的第一步啊 就说 加载这个驱动程序啊 啊 就是只需要什么 只需要一次即可 对不对 只需要一次即可 就不用 每次它还重新加载呢 没有意义 没用 只加载一次它在内存中存在就OK了 OK 好 这是第一步 所以我们把它放在静态块里面 因为静态块是不是只执行一次啊 对啊 这一代码只执行一次 所以说我们就把它放在静态块里面 OK 好 然后第二个我们需要给这些长量负值是吗 给这个长量负值 所以呢 我们也要写一个什么 我们写一个私有的这个静态的方法 对吧 静态方法来去这个加载我们的这个呃 配置文件 是不是 我们叫做load什么load 我们叫做啊 就叫load方法了啊 写一个叫load方法 然后在这边呢 我们加载完驱动程序以后 我们再加一下load方法 嗯 再执行一下load方法 对不对 这个load方法里面干什么事儿 就是给这些负值 是吗 给这些变量去负值 那负值的时候呢 我们第一步定义一个叫做 properties 还记得吧 嗯 properties这个方法啊 就叫 我们另一个proper 这个提示 对吧 嗯 然后用了他里边的这个怎么load方法是吧 这个方法里面是不是要给一个这个使均嘛 嗯 对不对 给一个is使均 那我们这边使均呢 怎么得不得来的 还记得吧 用input使均 is 是吧 等于这个我们说slide点 这个column的当前线程 是吧 然后里边的这个classloader里边的这个get 呃 resource add使均 是吧 嗯 这个方法 好 看到啊 这我们前面已经写过的啊 这个现在大家不要长一点啊 然后这边我们就写上你的这个包名就可以了 对吧 嗯 我们的这个包名 我们的这个包名是什么呢 看一下啊 看一下这个包名 是这个com点 我就是放在这个util这个包下面是吧 嗯 放在这个包下面 所以呢我们要 在这边是 呃叫做camo- 然后呢vins- 然后db- 然后呢utils- 然后是什么 然后是这个 db点 properties properties 是吧 对 properties ok 然后把这个名称给他写好了 保存一下 好 把这名称写好了以后 下边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法去 呃 去去load了 对吧 去load 这边可能需要导一下包啊 把这包给导入一下 ok 这边load的话呢 需要有这个try 是吧 因为load的话呢 有io异常 好load完事以后 我就可以通过p.get property 然后去得到这个 这边的这个属性啊 注意看啊 注意看这边我就可以访问这个 这个配置文件了 好吧 嗯 把这配置这边 然后把这个 jdbc的driver把它放进来 然后呢 给谁负责啊 给这个 driver 复制 嗯 对不对 对这边给这个driver呢 然后去复制 你看 driver复制的时候 哎我们这个就不能写成final了 因为这个final是不能直接给它复制 只能在构造方法里面复制 是吧 嗯 所以这样我们把它定义成静态的 好吧 呃我们把它换成这个 这个大写 一般这个就都是大写 是吧 ctrl shift x 嗯 ctrl shift x 就是转成大写的意思 再转成大写 这块键啊 嗯 ok 然后driver呢 是不是等于它 这是等于复 复完值了 然后url 我们也需要复一个值 对吧 url等于什么呢 p.get property 然后这边也是叫jdbc.url 对不对 嗯 然后呢是username 对吧 username等于什么呢 这个p.get property 然后这边我们叫什么来着 名字 你最好从这边呢 给它复制过来 是不是 嗯 复制过来 ok 放进去 两个 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 什么 这个 这个 注意啊 这个叫password 是吧 password里面 get property 这边也是 叫做 叫做 jdbc. 什么 点 呃 password 是吧 嗯 password 好把这几个值 我们就 这个 就复制完了 是吧 load啊 load啊 load加载配置文件 就就已经呃 完成了 这叫load tangfig 吧 我们最好是用这个名称 嗯 就加载配置嘛 对吧 加载配置文件的意思 就把这个加载配置文件这个部工作 我们就完成了 嗯 是吧 嗯 好呃 完成以后 现在我们还需要再做一件什么事情呢 我们在封装的一件事情是 我们需要让它返回对外直接返回一个链接 是吧 嗯 standig 啊 standig 我们返回一个叫 connection 可以吗 我们叫做get connection 这个方法 就是说我从外面访问的时候 直接调用这个get connection方法 我就可以得到一个这个数据库的这个连接 这样是不是更方便啊 对是吧 这是啊 这是获取数据库 连接 是吧 封装这个方法 那这个方法怎么来呢 你看啊 这个方法首先你在connection 你先定义一个对吧 定一个connection啊 定一个clm等于空是吧 等于空 最后呢你可能需要retend这个什么 这个clm就完事了 对吧 嗯 哎 在这一步里面你可能需要clm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我们说driver什么 这个manager.get connection 根据这个什么 url 还有什么 url 还有什么 这个用户名跟密码 是不是这几波 对 然后呢给他try一下 然后给他怎么样 相当于把这句话给他封装一下 对吧 给他封装一下 呃这一步操作class full name这个呢 呃我看啊 我又得把这句话给放上去 啊这句话放下来 因为我要先加载配置文件 然后这边就不用这样写了 对吧 嗯这边写写谁啊 是不是driver啊 对吧 这边用driver就可以了 啊先加载配置文件 然后再去这个class full name 嗯 嗯 ok 这个方法就写好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每一部操作里面 我们是不是最终都要关闭啊 是吧 对啊都要关闭 所以说呢我们最好也把这个关闭的方法 是吧 嗯 也给他怎么样封装一下 嗯 叫void 我们叫close 是吧 嗯叫close 那close的时候 因为他有不同的参数 对不对 嗯有不同的参数 因为有一些呢是指关闭ps跟connection 有些还需要关闭这个result set 嗯叫set 所以最好呢 我们把这个当作参数给他怎么样 传进来是吧 嗯 对不对 对 result set 对吧 然后还有一个叫prepare的statement 对吧 嗯好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我们的connection 我们把这个三个参数当作 把三个呢 这个要关闭的这个对象当作参数传进来 然后呢我们在这做一个判断就可以了 是吧 嗯叫ris不等于什么 空 然后ris呢点是吧 这个close就搞定了 如果这个什么 这个这个ps啊不等于空 然后呢ps点什么 这个close就搞定了是吧 嗯然后再if这个connection不等于空啊 严谨一点啊 sale and点是吧 这个close 我们就把它关闭 然后三个我们统一怎么样 统一的这个try一下是吧 嗯 因为他要有一张try 同一的插一下这个方法我们就是用来干什么 封装封装这个呃呃关闭是吧 封装关闭啊 好 好我们就工具类我们就大概就怎么样 就是写好了工具类就写好了 明白了吧 明白了 哎我们可以来测试一下是吧 测试一下啊 我们我们写个man方法吧 在这 你看打印man方法 如果我获取链接没有报错 那就表示 表示什么 表示成功是吧 对 dbutl.getconnection 这个方法 嗯如果他打印出来是ok的 我就表示如果不报错 不报错说明用密码怎么都没问题是吧 嗯都没有问题 那就表示这个对象被被生存了 说出来 哎这个对象答应起来是吧 对答应起来说明我们这个工具类或许连接是怎么样 是没有问题的 对不对 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就工具类就大概是这样就封装好了 嗯 ok 好呃工具类我们就先写到这儿 下一步我们要去使用这个工具类 好吧 ok这一节先到这儿